為了解決這個流浪動物 收容的空間不足問題 花林縣政府特別在鳳林 興建了貓狗園區 今天是正式啟用了 整個園區呢 可以容納三百五十隻的動物 環境是乾淨又很舒適 裡頭還有美容室 以及行為訓練室 另外呢 園區是特別和學校 簽訂了產學合作 讓學生能夠在這裡實習 提早和業界接軌 把手伸進籠子摸摸小狗 這隻小黑犬 還特別把頭低下來撒嬌 為了改善流浪動物收容問題 花林縣政府規劃狗貓越動園區 十四號正式啟用 蠻新的感覺還不錯 整個環境就是整潔乾淨 看動物住在這邊很舒服 燈光明亮又大又整潔的環境 讓人拋開過去收容所的負面形象 地點特別選在鳳林正溪床邊 避免噪音污染 影響到住戶 未來園區的總收容量 大概350隻 那狗有330隻 貓的部分是20隻 人力缺乏的部分 大概已經報國家考試了 明年的部分也會 跟東醫院來做合作 人力需求還要再調派 但園區也特別和學校 簽訂產學合作 有興趣的同學 在寒暑假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邊做實習 合適的學生 就可以推薦到這邊來工作 只不過地點偏遠 就怕減低民眾前來的意願 園區也將規劃走入社區的活動 讓浪浪有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環節新聞張鈺君告訴林志淳 花蓮報導 зв術 的 的 的 bubble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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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